发动机转速不可以太高 车速和挡位改变也引起发动机转速的变化 手动挡的车辆也要控制发动机的转速 自动挡并没有要求 但是当车速很快的时候 发动机的转速靠挡位就控制不了了 发动机从你启动车子开始就会一直运转 也就是在做工 但发动机产生动力 需要通过变速箱供给车辆 所以需要挂档才能行驶 但是不同的车档位数量也不同 有的是六个档和倒档的组合 有的是五个档和倒档的组合 它们的不同在于档位越多就越省油 变速箱的档位越多 使用感会更舒适 车速达到120千米每小时的时候 转速会达到2000以上 当你发现车辆转速低 那就说明车子的发动机性能好 相比于好车的配置来说 普通车型转速在2300至2600之间都还可以 发动机转速低的车性能更好 更方便舒适 发动机动力不足的车也会存在挂不上高档的情况 所以高速达到120千米每小时时 转速越低的车子越好